聚俊叶 这位已经年近60的老艺人 昨日已抵达菲律宾 并与当地的工作人员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现场排练 他的这一举动无疑展现出了他对此次酒吧打碟的重视 也是非常敬业的 令人深感敬佩 对于聚俊叶来说 这次菲律宾之行可能是他证明自己 《摆脱》 软饭男 标签的重要一步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 每一个标签都可能成为一人前行的绊脚石 而聚俊叶选择用实际行动来回应质疑 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来赢得观众的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网友的截图 这次商演中 平时最支持姐夫聚俊叶的小S和S妈都没有前来站台支持 这样的情况不禁让人猜测 聚俊叶可能是想通过这次独立的演出 证明自己的实力 而不需要过多的外界帮助 不过 网友爆出聚俊叶本次演出的酒吧是富婆聚集地 说不定好好演出可以赢得不少的小费 在异国他乡 聚俊叶的身边只有一个翻译随行 这样的孤独与坚韧 更加凸显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事业的执着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界 年龄不是限制 标签不是枷锁 只要心中有爱 有梦想 就能在舞台上绽放光芒 对于聚俊叶这次非律宾之行 网友们的评论可谓是五花八门 哇 聚俊叶这把年纪了还这么拼 真是让人佩服啊 为了摆脱 软饭男 这个标签 也是够努力的 聚俊叶这次商言可真是独当一面啊 连小S和S妈都没来 看来是想要靠自己闯出一片天 看到聚俊叶一个人在菲律宾排练 身边就一个翻译 真是挺不容易的 但这也说明他够独立 够有勇气面对一切 聚俊叶这把年纪了还能在舞台上这么活跃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希望他这次能证明自己 摆脱那些不好的标签 聚俊叶加油 用实力说话 让那些质疑你的人闭嘴 相信你在非律宾的演出一定能够成功 从各角度对聚俊叶非律宾之行进行分析 一 个人角度 聚俊叶此次前往非律宾进行现场排练 主要动机是摆脱 软饭难 的标签 证明自己的音乐才华和独立性 他选择亲自前往菲律宾 与工作人员紧密合作 进行排练 表现出对音乐的执着和对成功的渴望 面临公众质疑和标签的压力 聚俊叶需要用自己的表现来回应这些质疑 独自在异国他相进行排练 身边只有一个翻译 需要面对孤独 语言和文化差异等挑战 二 家庭角度 根据网友截图 本次商言小S和S妈并未前来支持站台 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希望聚俊叶能够独立面对挑战 也可能是出于个人原因或工作安排 尽管小S和S妈未清零现场 但他们可能在私下给予聚俊叶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 这种支持对于聚俊叶来说同样重要 三 社会与舆论角度 大部分网友对聚俊叶的努力表示敬佩和支持 认为他勇敢追求梦想 值得尊重 也有部分网友持质疑态度 认为聚俊叶仍然无法摆脱 软饭难 的标签 网友的关注和评论增加了聚俊叶的曝光度和话题度 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压力 网友期望聚俊叶能够通过此次演出证明自己 摆脱不良标签 实现自己的梦想 四 经济效益角度 有报道称 聚俊叶在菲律宾的演出酬劳高达40万菲律宾比锁 约合人民币5.5万元 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也可能成为他未来因乐事业的资金支持 据悉 该场演出的门票价格仅为134元人民币 且学生还可以打折 然而 也有网友称有人低价甩卖门票 这可能反映出票房销售并不理想 据俊叶菲律宾之行是一次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旅程 从个人角度来看 他展现了对音乐的执着和对成功的渴望 从家庭角度来看 他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从社会与舆论角度来看 他面临着公众的质疑和期望 从经济效益角度来看 他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益 但也面临着票房压力 综合来看 这次演出对剧俊叶来说是一次重要的考验和机遇 他需要用自己的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实力 接下来说 汪小飞事业如日中天 台媒分析大S为复婚或带俩孩子回北京住 在娱乐圈这片繁华的海洋里 汪小飞和马小梅的再婚 本应是大家心中的一股清流 仿佛能洗尽汪小飞与大S过去那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 可啊 这世事啊 总是出人意料 就像春风轻轻吹过 又带来了关于他们可能在续前缘的传闻 这消息啊 就像是一颗小石子扔进湖里 虽然不大 但泛起的涟漪却让人心理直痒痒 你说这缘分啊 就像天上的云 时聚时散 让人捉摸不透 为啥大家会这么想呢 其实啊 这还得从大S说起 想当年 大S在汪小飞的庇护下 过着公主般的日子 汪小飞的宠爱和经济支持 让她在娱乐圈里风光无限 可是啊 随着汪小飞的经济补贴减少 再加上光头男星剧俊叶的事业不顺 大S的公主梦就慢慢破灭了 经济的压力让她生活紧张 和聚俊叶的感情也出现了裂痕 那些曾经的甜言蜜语 在现实面前啊 都变得苍白无力了 聚俊叶和大S之间的争吵啊 更是让这段感情雪上加霜 那些曾经的甜蜜瞬间 如今却成了他们争吵的导火索 大S一气之下 把个人社交平台上关于聚俊叶的所有动态都删光了 仿佛再告诉大家 这段感情到此为止了 但啊 在这段感情的终结中 大S似乎又看到了新的希望 那就是汪小飞 现在的汪小飞啊 事业有成 重新站在了娱乐圈的巅峰 她的成功 让大S看到了再次过上公主般生活的可能 于是 有传闻说大S有意和汪小飞复婚 甚至为了复婚还会带着两个孩子一起搬到北京去住 可是啊 大S那高傲的性格啊 让她在复婚的道路上遇到了难题 她无法接受自己主动求和的事实 因为她觉得自己曾经的离开是出于无奈 如今再回头求和 岂不是自降身价 于是啊 她可能会采用一种巧妙的方式 等待着汪小飞的主动示好 但啊 现在的汪小飞已经找到了真爱马小梅 她们的感情稳定又甜蜜 汪小飞又怎么可能再回头去找大S呢 这是儿啊 在网上可热闹了 网友们的评论啊 简直是五花八门 啥都有 有人说 哎呀 这娱乐圈的感情啊 真是比天气还难捉摸 一会儿情一会儿遇 还有人调侃 大S这是要把复婚当成付出的炒作手段吗 汪小飞可别再上当啦 当然 也有人认真分析 其实大S可能真的后悔了 但汪小飞现在有了马小梅 她再想回头也不容易啊 更有人直接开骂 这大S真是没完没了 当年走得那么决绝 现在又想来复合 当汪小飞是什么 总之啊 这事儿在网上就是一出大戏 大家个书几件 好不热闹 不过说到底 感情这事儿还得他们自己说了算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一个角色分析汪小飞 马小梅 大S的复婚传闻 一 汪小飞的角度 再婚选择 汪小飞选择与马小梅再婚 这一决定可能基于她对新生活的期待 和对马小梅的深厚感情 她希望通过与马小梅的婚姻 为自己和孩子创造一个更稳定 更和谐的家庭环境 对复婚传闻的态度 面对大S可能有意复婚的传闻 汪小飞可能会选择保持沉默或不予回应 她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和生活 不太可能再回头与大S复合 家庭责任感 汪小飞作为父亲 她的再婚决定也体现了 她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二 马小梅的角度 婚姻观念 马小梅选择与汪小飞结婚 可能也是基于她对婚姻的认真态度 和对汪小飞的信任 她希望与汪小飞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 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对妇婚传闻的看法 作为汪小飞的现任妻子 马小梅可能会感到一定的压力和不安 但她也会相信汪小飞的决定 并坚定地站在她的身边 共同面对外界的传闻和质疑 情感支持 在汪小飞面临妇婚传闻的困扰时 马小梅可能会成为她坚实的情感支持 她会用自己的行动和言语 给予汪小飞鼓励和信心 让她更加坚定地面对未来的生活 3.大S的角度 经济压力 大S在面临经济压力时 可能会想到与汪小飞复婚这一解决方案 她希望通过与汪小飞复合 重新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和保障 情感纠葛 大S与汪小飞曾经有过深厚的感情基础 但由于种种原因分手 如今她可能仍然对汪小飞心存感情 希望通过复婚来弥补过去的遗憾 社会舆论 大S作为公众人物 她的复婚传闻自然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和讨论 她需要承受来自个方面的压力和质疑 并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聚光灯和放大镜的世界里 明星们的私生活往往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汪小飞、马小梅和大S的复婚传闻 再次将他们的个人生活推向了风口浪尖 然而 无论外界如何猜测和议论 真正能够决定他们未来走向的 只有他们自己 对于汪小飞而言 她已经迈出了新的一步 与马小梅共同构筑了新的家庭 她需要在新的角色和责任中继续前行 为家庭带来稳定和幸福 对于大S来说 她或许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淀和反思后 对过去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念或遗憾 然而 生活总是向前发展的 她需要勇敢地面对现实 并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或许应该更加理性和宽容地看待明星们的私生活 他们同样需要尊重和保护自己的隐私 而不是被无休止的猜测和议论所困扰 最后 无论汪小飞 马小梅和大S的未来如何发展 我们都应该祝福他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安宁 毕竟幸福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追求和向往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